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男子拿来了熔炉 之后取出一大块熔炉石 这块熔炉石和黄金一样密度非常大 质量也非常的重 它就是男子今天能不能得到黑药石的关键 男子将两块熔炉石放入熔炉中 准备加热 打开开关 然后关上乳盖 最后就是静静的等待 在等待的时间 就先带带大家看一看一会实验的泳池吧 这是一个大人的小泳池 已经很久没有用了 底部沉淀着薄薄的一层泥沙 等待岩浆融化好了后 男子小心翼翼地将熔炉夹到泳池上放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男子先是将岩浆慢慢的倒入水中 岩浆入水之后 爬出痴痴的声响 水底溶出大量的气泡 岩浆与水的实验并没有男子想象的那样剧烈 有些失望 为了实验效果更猛烈一些 他干脆直接将烧红的熔炉直接放入了水中 只见炉子刚与水接触 就发生了剧烈的反应 滚滚的水深气 将镜头都打死了 之后男子直接将它整个倾入水中 高温将池水直接烧开 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不得不说 这真的太过瘾了 非常的解压 将它从水中取出 雨温还是可以将周边的水瞬间蒸发 真的是太厉害了 由于泳池水太深 男子只能将水一桶一桶的摇出 经过男子的不限努力 终于可以够到了 那能不能得到穿梭中的黑钥匙呢 接下来我们拭目以待 很遗憾 我们并没有得到 心心念念的黑钥匙 我们只得到了一个 掺杂堆积而成的金属物体 而且一碰还散 那这个黑钥匙的穿梭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卫生纸的质量到底有多好 脑洞大开的人类真的测试了一番 有一群人打算测试 100卷卫生纸能拉动汽车吗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先是将卫生纸全部拧成一股绳 随后重复操作 制作相同的直绳子 紧接着 再将几根直绳编制在一起 一段时间过后 由卫生纸制作的麻绳就诞生了 之后他毫不犹豫地将卫生纸麻绳 绑在两辆车上进行测试 只见一脚油门踩下 汽车缓缓启动 此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绳子竟然真的拖动了汽车 可这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在第二次起步时 绳子突然就发生了断裂 而监视过卫生纸拉动汽车后 小哥还通过卫生纸 成功脱离了地面 不得不说 还真是没想到这卫生纸还能这样玩呀 人体曼陀猪 曼陀猪大家应该都吃过 将曼陀猪放进可乐瓶中之后 瞬间能产生大量气体 可乐便顺着瓶口喷涌而出 那么你能想象 如果身上再慢慢拖住 并且用可乐洗澡 是什么感受吗 有位男子就做了这个实验 看看这成堆的可乐 可不是开玩笑的 还真是吓人血本啊 这么多的可乐倒进泳池中 估计这些人也是累得不轻 等到可乐装满之后 天已经黑得差不多了 男子将胶带反向缠在身上之后 就沾满了全身的曼陀祖 甚至连头上都没有放过 男子走到泳池前之后 神社有些紧张 估计也是能感受到 自己是在做死啊 最后 男子鼓足勇气跳了下去 不过看着男子的表情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很酸酸 没过一会儿 就坚持不住跳出来了 看他这状态 你说他心里阴影面积得有多大呢 飞牛顿牛体放在音箱上 飞牛顿牛体拥有着非常神奇的特性 当他遭受到十分可怕的冲击时 侦探牛体会瞬间变得坚硬无比 就连铁锤都无法将他击碎 可是 在寻常的状态下 他和粘稠的液体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在掌握了这种特性后 有两位YouTuber则是打算将飞牛顿牛体放在扩音器上 不知道又会有什么出色的效果呢 实验刚刚开始 他们便开始制制飞牛顿牛体 将少量的淀粉与清水混合在一起 为了方便观察 他加入了几滴原料色素 一切准备就绪后 将碗内的飞牛顿牛体全部倒在喇叭上 下一秒 启动扩音器的开关 几乎是在一瞬间 整个喇叭开始了剧烈的颤抖 位于上方的飞牛顿牛体 则是跟随着震动频率 一起波动了起来 随着震动扩音器的声音越变越大 此时的飞牛顿牛体波动的频率 也是越来越快 通过慢镜头观察 发现这画面 真的是美轮美奔 但是当音响停下来之后 飞牛顿牛体竟又回复了原状 静静地躺在那里 灌满水的跑步机 如果在跑步机里灌满水 锻炼起来会不会更有效果 日本人脑洞大开 发明了泳池与跑步机为一体的高科技 看完真是不得不服 现在的年轻人 大家都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素质 身材 都希望自己的身材苗条 身体素质越来越好 所以 二场健身早就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同选择 不过对于上班族来说 外出跑步可能不太现实 在家里买一台跑步机就成了不错的选择 但是 今天老王要介绍的这款跑步机的确有些不一样 因为要使用它 就必须在里面灌满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健身锻炼有所了解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 一般情况下 如果要锻炼身体的话 游泳的效果会比跑步更好一些 但是 不管选哪一个都是二者不可见的 为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健身体验 日本一家科研公司专门发明了一款水中跑步机 让大家在跑步的同时 也可以享受游泳的热气 从外观来看 这款设备的外形确实有点奇葩 长度是2.5米 宽度是1.2米 当我们开始锻炼的时候 就直接往里加水 当我们几乎完全浸泡在水中时 所感受到的重量仅为陆地上的20% 所以 这款水中跑步机最大的好处 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 可以拥有更好的体能 在保证锻炼效果的同时 还能减少能量消耗 而且它还有专门的水疗模式和沐浴模式 为我们的日常锻炼增添的热气 就连水温都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调控 也就是说 这款设备就像是移动的跑步游泳池 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健身体验 是可惜 它的售价确实太贵了 所以 我们这种普通上班族 只能望而直播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尝试一下呢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想要观看更多好玩的影片 记得订阅起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